香港台神祖新聞是由地產鐵三角Johnson Remax Diamond Award Team 港城裝飾工程葉師傅 特約贊助播出 Hong Konger Station 香港台神祖新聞報導 各位 今天是1月13日 歡迎收聽香港台神祖新聞 我王俊賢 特首選戰有新消息 近日坊間盛傳74歲的全國政協常委陳馮富新有意參選 並且由全國政協副主席董建華牽頭創立的團結香港基金幫他站台 邀請出席演講活動 團結香港基金發言人澄清 報導並非事實 新一屆特首選舉會在3月舉行 大明期即將在下月15日展開 近日相繼有報導引述消息說 陳馮富珍有意參選 甚至有團結香港基金加持 團結香港基金發言人說 留意到有傳媒報導 基金會支持陳馮富珍參選特首 澄清那些報導並非事實 發言人說 基金會是致富組織 主要工作是公共政策研究 基金會早前邀請陳馮富珍女士在論壇作主題演講是多個月前的決定 純粹由公共政策討論角度出發 與特首選舉完全無關 原定1月7日舉行的論壇因為疫情關係延遲舉行 英文府報週三引述她的姊妹報刊東周刊報道 而昨日同系星島甚至大公文匯都沒有跟進消息 而今次團結香港基金的情勢 黨媒大公文匯出先報導 在早上10時已出即時新聞報導消息 47個民主派人士初選案被告周嘉誠早時目轉報息 星期三到了警署報導時被指違反報息條件再被拘捕 今日下午被帶到西九龍座判法院 座判官信納周嘉誠違反報息條件 撤銷他擔保需要即時還押 座判官羅德傳在聽完雙方陣事後信納周嘉誠違反報息條件 即是在報息期間發表有合理理由被視為危害國家安全言論 他亦拒絕放寬保釋程序報導限制 傳媒只能報導保釋在決結果 控辨雙方和座判官身份等 周嘉誠保留8日報息覆核權利 下星期三再提堂 根據獨立媒體報導 當局說他去年12月19日發出的一個關於立法會選舉的Facebook填文 危害國家安全 去年12月19日是立法會換屆選舉 周嘉誠當日在他的Facebook專頁看出一張圖片 當中提到保安局局長鄧炳強曾經說 立法會選舉有本土咕龍式恐襲風險 和有傳元朗警署接線員2019年721事件期間曾向致電的市民說 怕你就不要出街 他在帖文中寫道 是你們教我怕就不要出街的 案中目前有14個被告獲准保釋 包括楊雪瑩、林景南、呂志恆、劉偉聰、黃碧雲、鄭达紅、 柯耀林、彭卓奇、何啟明、施德來、李宇迅、陳志全、余慧民、王子月 2019年8月11日反修例示威 相隔兩年半後 警方落案起訴現年65歲的王婆婆黃鳳堯兩項非法集結 說她同日先後在竹魚聰和太古兩個港鐵站附近非法集結莫准報息 綜合媒體消息報導 她在青衣被捕 暫時無需答辯 案件押後到4月13日 法庭在2月10日會再開庭 以等被告確認是否收齊控方文件 或是否有更多文件方面要求 王鳳堯獲准報息 條件包括不得離開香港 加出旅遊證件 住在報清地址 和每個星期向警署報導一次 北京東澳還有半個多月就開幕 不過中國在清零政策下疫情嚴重 新增190宗確診 124宗本地病例 當中河南佔76宗 天津市佔41宗 計紐西蘭後 瑞典是另一個國家宣佈 因為疫情 決定不派政府代表出席北京東澳 至於東澳疫情防控 國際奧委會事實後仍然感覺非常安全 瑞典體育部長于格曼說 與瑞典奧委會雙討之後 認為基於疫情全球持續擴進 他不適宜出席北京東澳 正如去年沒有出席東京奧運一樣 強調並非外交杯葛 他又說曾與北歐國家和歐盟雙討外交杯葛 不過瑞典認為一直有參與國際賽事 不應該向運動員施壓 不過瑞典已經透過外交渠道批評中國侵犯新疆人權等問題 至於中國能否處理好疫情 是國際社會熱致運動員焦點 國際奧委會先遣隊抵達北京一個星期 事實後說 目前已經有大約1,000個東澳人員進入閉環中 他們到報前後都要做PCR檢測 閉環中所有人都已經打針 要每天檢測並戴上N95口罩 感覺非常安全 至於場館和服務等已經準備就緒 不過東澳的賽道被質疑用大量人造雪 對環境和水資源造成污染 北京東澳組委解釋他們採用最先進技術 保持最理想的造雪效率 避免水資源浪費 而人造雪的穩定性較高 令賽道狀態一致 五眼聯盟在上個月 全部成員國都鐵定不派外交代表出席北京東澳 表明是外交杯葛 抵制中國長期侵犯人權 其中紐西蘭就宣布以疫情為由不派政府代表出席 至於七大工業國組織成員國日本同樣決定不派政府代表出席 北美冰球聯盟說 因為疫情導致本身賽事押後 以完成賽季為目標 球手不可能出席北京東澳 是首派決席北京東澳的運動員 至於中國的盟國北韓 因為被國際奧委會處罰而不能派對參加北京東澳 北韓早前已向中國表示全力支持對方順利舉辦東澳 中國表示理解 英國首相府前年5月派對門事件 就算約翰遜昨天在國會解話並道歉引發下台危機 多個資深保守黨友促請約翰遜下台 約翰遜週三在國會下議院交代事件並就事件道歉 認為當時以為是派對是工作活動只逗留25分鐘 而當時自己應該叫停活動 至於是否下台應該先等調查結果再下定論 保守黨旗下的蘇格蘭保守黨領袖Douglas Ross 連同三個保守黨國會議員要求約翰遜為事件負責 將會去信1922委員會提出對約翰遜不信任動議 Douglas Ross說他在約翰遜道歉後曾與他溝通 形容是一個困難的對話 認為約翰遜作為首相是他的政府推出防疫措施 他需要為他的行為負責 不過下議院領袖莫格為約翰遜護航 說要求首相下台的人都是那些經常感到不滿的人 而Douglas Ross只是個份量很小的人物 不過保守黨議員Andrew Percy批評莫格言論 認為莫格評擊黨友是拱手將大禮送給蘇格蘭民族黨 可能掀起蘇格蘭獨立危機 北愛爾蘭事務大臣Brandon Lewis認為 各方應該先等調查結果 在所有細節和事實之下作定案 目前針對首相府派對門調查 由內閣第二秘書Sue Gray領導 預計下星期會有結果 英國派對門風波未平息 首相約翰遜取消原定今天外訪疫苗接種中心計劃 被過直接面對傳媒質詢 唐寧街發言人透露 約翰遜一個家庭成員新冠病毒檢測情陽性 所以取消前往攔開下棍計劃 首相府發言人說 由於有家庭成員的新冠病毒檢測情陽性 首相約翰遜今天將不會前往攔開下棍 將會遵循已接種疫苗或接觸者指引 包括日常檢測和減少同胎人接觸 根據現行指引 如果有人像約翰遜一樣已經完成接種疫苗 就算家庭成員確診 他也不需要自我隔離 政府表示強烈建議每天進行檢測 並限制和家庭以外的其他人士的密接接觸 約翰遜一般前往接種中心事實情況時 通常會接受簡短的傳媒訪問 相信傳媒會對判對門事件和黨友要求下台的訴求窮追猛打 英國星期三錄得確診中數接近13萬宗 398人死亡 單日死亡數字近11個月新高 晨早新聞到此 Downtown Ryerson大學對面高層觀景居高臨下 望了整個Downtown美景 面積1200多呎 自住極方便 單位售價132萬 出租大約3,800至4,000元一個月 回報率高 這個盤最大的亮點 不用搶offer 因為是獨家盤 想找各類獨家盤快點聯絡Johnson Remax地產鐵三角 聯絡香港人Johnson 聯絡電話647-629-8281 629-8281 629-8281 嘿! 加一條木在廚房裡 用什麼耳機呢? 交給我吧! 哎呀! 大劑啦! 死呀! 不可以的在這裏扮得 那結果怎樣呢? 得得得得不得咯! 哎呀! 你們別拚啦! 找港姓裝飾工程葉師傅便可以咯! 電話是647-299-6721 有心入學或者找裝修工作的香港人 歡迎打來找我葉師傅 不見得到 好嗎? 來吧! 我再見吧! 不過廣播 是7星本來在廣播 也請問修熱嗎?